第5916集 那倒叉着的一把把剑 上面有许多灵力凶狠的剑道杀戮法则 让叶辰有点熟悉的味道 他的万剑神星更是与之共鸣了起来 那些剑是剑天帝的剑 叶辰内心大振 竟然捕捉到了剑天帝的因果气息 剑天帝是昔日天帝祖庭的三十六天帝之一 也是万剑神星曾经的主人 最后更是献祭自我 供奉命运大道的伟大存在 他的剑曾是诸天最强 是最接近领悟天斗大图剑的存在 是剑道意图的先贤圣人 那条黑暗神龙背脊上倒叉的一把把剑 竟然是来自剑天帝 岁月沧桑 纪元流逝 那一把把神剑依然宛如天伐一般 深深刺在那条黑暗神龙的背脊上 仿佛是永恒的折磨与惩罚 黑暗神龙咆哮 玉空向着夜晨飞袭而来 一只猙獰巨大 充满乌无杀戮气息的龙爪 戳向夜晨的脑袋 气势霸道 夜晨脸色一沉 不知是自己灭杀了太多魔物 还是体内的万剑神星 将这条黑暗神龙惊动出来 这条黑暗神龙是无比恐怖强大的存在 当初曾与剑天帝交过手 就算岁月磨损 他如今的实力也足以轻松碾碎先帝 浮鬼母巢 给我挡住 夜晨一声爆喝 立即运转浮鬼母巢 强烈的吞噬气息从巢穴中散发而出 那条黑暗神龙截杀而来的龙爪 上面环绕着的层层黑暗能量 在靠近浮鬼母巢的时候就被吸收掉了 黑暗能量被吸收 那黑暗神龙龙爪上的气血精华也被刮去了一层 原本巨大有力的龙爪 皮肉竟是被刮掉一层 露出了森森白骨 夜晨的浮鬼母巢吞噬力之恐怖可见一斑 对付黑暗魔物更有强大的克制效果 黑暗神龙震怒气息汇聚在龙爪上 一缕缕血肉蠕动滋生出来 龙爪再次向夜晨杀去 黑暗吞噬 夜晨临危不惧 直接是催动浮鬼母巢挡在自己的头顶上 那黑暗神龙的龙爪直接穿入巢穴里去 但并没能贯穿出来 整只龙爪都陷入巢穴之中无法自拔 什么 后方 庄小颜 夏若雪等人 见到夜晨的手段皆是吓得目瞪口呆 那黑暗神龙的气势十分的恐怖 足以葬灭先帝 他们没想到夜晨这么大胆 居然敢用浮鬼母巢迎接龙爪一击 而且那黑暗神龙的龙爪还深陷进去 拔不出来 要被浮鬼母巢嚼碎吃掉 这是浮鬼母巢的恐怖 浮鬼母巢本身不具备生命 但在母巢里面却孕育着千千万万头浮鬼妖魔 这些浮鬼妖魔都是能吃人的存在 任何东西掉入巢穴里面 就要被无数的妖魔吞吃掉 最终转变成最精纯的能量 反哺给夜晨 那条黑暗神龙 目光里露出巨大的震孔错愕之色 他感到自己的龙爪 如遭到万亿誓咬一般 非常疼痛 好像有无数虫子 在吞吃咀嚼他的血肉 那正是浮鬼妖魔的咀嚼 黑暗神龙震怒使了个因果绿秘法 总算将龙爪从巢穴里抽出 已经是伤痕累累 白骨显露 他眼神带着愤怒与畏惧 死死盯着夜晨 最终闷吼一声摆动龙尾 急速飞顿而去 却不想再与夜晨相斗 夜晨这时也看出来了 这条黑暗神龙能量气息虽然恐怖 但战斗力似乎被限制了 剑天帝插在他身上的剑 如同是一颗颗要命的钉子 限制了他的力量 导致他面对夜晨 完全落到下风 他力量被限制之下 其实也足以碾碎一般先帝 可惜夜晨的战斗力 却是无比凶悍 远超一般先帝 想走 夜晨看着那黑暗神龙 陶盾的背影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立即就要追杀出去 这黑暗神龙的能量 非常的充沛雄浑 如果能够吞噬吸收的话 说不定能让他的黑夜命星觉醒 要是夜晨的黑夜命星 能够觉醒的话 他实力必定是突飞猛进 而且对轮回法则的掌控力 也能进一步提升 到时候 他想逆转生死 复活别人 就会简单许多 叶大哥 别冲动 庄小妍见到夜晨 想追杀上去 连忙劝阻道 还是去核心战场要紧 不要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了 逆神战场只是外围战场 真正的大机缘不在这里 不 我有预感 这逆神战场里 有一道隐藏的机缘 不弱于那三道大机缘 夜晨目光闪动 锁定那远顿而去的 黑暗神龙背影 他隐约捕捉到 那条黑暗神龙 背后关乎着惊天机缘 与见天地有关 所以让得他的万剑神星 如此触动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回来 夜晨没有废话 也不管庄小妍等人的劝阻 直接锁定黑暗神龙的气息 展开自由之意 急速飞略而去 夜晨自由之意的速度极快 很快追上了黑暗神龙 只见那黑暗神龙 穿过层层山巒 突破重重尽致 最终来到一座破败的古殿前 而后 那黑暗神龙身躯一闪 化作一缕黑芒 窜入那破败古殿之中 再也没有声息 嗯 夜晨微微露出了一丝警惕之色 就看到前方的大殿 古老而破败 堆积了大片大片岁月的尘埃 透出非常荒凉的气息 他释放出神石 扫视这座破败古殿 像窥探里面的景象 但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到浓郁的黑暗 无边无际的黑暗 甚至带有死亡的气息 这是什么气息 夜晨莫名地感到 心脏抽搐了一下 好像被人用一把锯锤 狠狠敲击了一下 闷痛闷痛的感觉 古殿里的黑暗气息 让它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惊计 仿佛看到一面墙 向上无限高 向下无限深 左右延伸无限远 那是死亡之墙 不是死神 是死亡这个概念本身 但又超越了死亡 带有至高至尾的邪恶气息 让人稍稍接触 就有道心崩溃 精神错乱的冲动 那是浑天地的气息 夜晨顿时头皮发麻 浑身乍毛 冷嗖嗖的 在脑海里冒出了三个字 是浑天地三个字 那座破败古殿 传出的气息 黑暗恐怖 又无比邪恶 超越了世间 所有的黑暗与诡异 那仿佛就是 诡异的源头 死亡的源头 邪恶的源头 是大道起源 死的一面 与原天地相对 正是传说之中 魂天地的气息 夜晨从来没见过魂天地 但他感受到 这股邪恶气息的时候 就捕捉到冥冥中的天机 知道那是魂天地的气息 在那破败古殿的四周 一头头白骨魔魂怪物 空洞的眼神之中 都带着惊恐敬畏的意味 谁也不敢靠近古殿 古殿里面仿佛有什么 黑暗伟大的存在 让得整个逆神战场 所有东西都不敢靠近 连光线 风 尘埃 树叶等等这些东西 都不敢靠近 古殿四周呈现绝对的黑暗气象 连空间和时间都扭曲了 李智告诉夜晨 应该马上离开 不要靠近半步 否则的话 他就有沾染黑暗邪恶 堕落成魔 甚至化作结灰的危险 但古殿之中 可能隐藏着魂天地 剑天地 黑暗神龙等等诸多因果 可能会有隐藏的大机缘 他又怎么甘心离开 照出万箭神星 我庇护你 骤然 夜晨听到了一道声音 冷冽如箭 风锐如芒 传到他的心中 仿佛是幻觉 又仿佛是明明天照的启示 是轮回墓地的大能 夜晨眉头一皱 精神回到轮回墓地之中 发现有一块新的墓碑 的确出现了一些淡淡的光芒 但这淡淡的光芒 很快就平静下去 刚刚那道天照般的冷冽声音 显然不是出自轮回墓地 难道是见天地的意志 夜晨心中一领 又是一喜 心想着 但他等了一阵 那道声音都没有再出现了 夜晨眉头紧皱 看着前方的破败古殿 感到了巨大的危险 在权衡思索一番后 夜晨最终是寄出了万箭神星 一步步向着那古殿走去 万箭神星升起 悬浮在夜晨头顶 仿佛是伟大星辰的照耀 无数璀璨的光辉洒落下来 夜晨分明感到 在这里万箭神星的光辉 要比外界强烈许多 带有伟大的祝福能量 笼罩他的躯体 庇护着他 夜晨步步行进 越来越靠近了破败古殿 他就越是感到 古殿中传出的黑暗气息 令人无法呼吸 充斥着恐怖的邪恶力气 一阵尖锐的恶吼声炸起 只见那一缕缕黑暗气息 化作了扭曲猙獰的力魂 疯狂向着夜晨扑杀过来 夜晨想要出手 但他头顶的万箭神星 却已经自动爆射出一道道剑气 将那些扑杀过来的力魂 全部斩杀掉 剑天帝在保护我 夜晨目光一亮 冥冥之中捕捉到了一股灵力的剑道意志 那自然就是传说之中 剑天帝的意志 在很久很久以前 剑天帝献祭自身 供奉命运大道 创生出了这颗万箭神星 但像剑天帝此等人物 是真正的天帝主神 即便献祭也很难完全磨灭 它有一丝意志残留 自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